1948年12月14日,在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,因江洁史之药,胡适选色难下 1949年,复思念被陈城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,要他火速赴台,共度时间 此后,11所的全部家当运往台湾 11所的工作人员也一分为二,一半赴台,一半留守 连同情谊被一并斩断 1949年3月22日,胡适赴台湾做了进一步的安置 他在台湾住了七天,最后返回上海,住在陈光浦的银行道贷所里 1949年4月6日,胡适与雷震等用完早餐之后 从上海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,驶往美国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,胡适在读了网友陈独秀最后的书信集后 他为网友思想的转化感到高兴 也为自由中国杂志士写下了序言 在胡适的领导之下 第二次五四运动开始启动 只不过已经不是大陆 这次五四运动员就会变成了序言 这次五四运动员就会变成了序言 这次五四运动员就会变成了序言